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维护人权还原真相线上论坛 今天是3月24日 是联合国定定了解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真相的权利 和维护受害者尊严国际日 人权像空气 平常感受不到 但是当人权被剥夺时 才明白它非常的重要 而当人权被迫害后该如何弥补呢 其中很重要的是必须还原真相 在今天这个深具意义的日子里 邀请大家一起来领会这一场论坛分享 将从各行各业的角度与经验来看人权 借用他人的智慧能够保护自己和我们的家人 更帮助社会国家更平安 首先来看这段影片 介绍至今已长达第28个年头的太极门假案 事件起来于1996年 侯宽人检察官带着大批警调违法搜索太极门 侯宽人在查不到任何犯罪事实 就以一把弟子在南投异品店买的桃木剑 呼指为养小鬼的证物 甚至说是利用怪力乱神来练才 节目主持人李氏端问侯宽人 你凭什么来断定有犯罪嫌疑 侯宽人说 我在他眼神中看到散过一时阴影 用眼神了吧 成为司法史上最荒谬的起诉书 侯宽人除了积压起诉掌门人外 也对媒体散布布实消息 毁损迷誉 并且冻结掌门人所有财产 达身无分文 侯宽人更滥用权力 发文全国县市政府 命令解散太极门 并威胁苦恶 与第一贡受羁压的师徒 哇 这时代太巧鬼了吧 侯宽人起诉内容 屋子弟子拜师时 赠与师父的禁师礼 是诈其所得 并且要求法院没收 禁师礼 What's that? 禁师礼是 Deads干恩师父愿意修徒的心意 是准使中刀的标签 其兴致如同婚礼 偶尔封年国节给父母的红包 其叔叔既然认定禁师礼是诈欺 要没收 就不该课税 但在案件未查明真相前 国税局竟然开出违法的随单 让太极门面临 司法与税法的双重迫害 给钱给钱 历经十年七个月 在2007年 司法终于判决无罪确定 还给太极门清白 也认定弟子的禁师礼 是赠与性职 属于免税所得 而且无任何盈利贩售的行为 根本没有任何课税问题 遭无辜积压的师徒 均获得国家冤逾赔偿 监察业更调查指出 侯宽人检察官有八大违法 税捐机关有七大违法 虽然国家证明了太极门是冤案 国税局官员曾公开表示 法院的不算数啦 啊?国税局这么霸道 将近二十年不论太极门弟子提出 上万份的赠与输证 都证明禁师礼是赠与 教育部也正式表示 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总统府及武院也关注到此冤案 但国税局却不愿意面对真相 看不见看不见 财政部长张胜和当年任职台北国税局局长时 把赠与的证据隐匿起来 伪造文书 谎报调查结果 欺骗国人 2012年国税局公告调查结果 再一次证明禁师礼是正宇 国税局也终于承认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但国税局却还是继续对掌门人磕睡 就是要给我钱 OMG这时代太超过了吧 那不就白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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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被磕睡咯 所以不论任何说法 国税局就是要你 付出钱 这么没人性的压榨人民 跟强盗有何不同 从太极门案 可一窥不法检察官的烂权 活税局的无理八道 并凌驾义府五宴之上 但因此冤案 社会上开始关注 付税人群的人越来越多 缴税是人民依法的义务 但不该缴税也不该强托人民帐 据调查 台湾每年都有几百万欠税欠费案件 平均每四户就会有三户 看似平静民主的台湾 背后有多少税灾物 暗夜枯记 无处可生呢 真相只有一个 详亲请上 WPN世界民报网站 如影片所说 早在民国96年7月13日 司法三审汉最高法院 就已经查明真相 并判决确定太极门无罪 也没有任何税务的问题 但这样的正义 却不是实质上的正义 国税局没有遵守法律 继续违法侵占他们的财产 让这样一个清白 正向的好团体 继续遭到污蔑与霸凌 接下来我们邀请到 参与太极门 推动世界爱与革命活动的 陈依曼老师 来分享他的经历 依曼老师请 主持人 与谈人 各位身上的观众好朋友 大家好 揭示响应联合国 了解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真相权利 和维护受害者 国际尊严日的论坛 很荣幸有机会来分享 去年暑假期间 我跟着我的师傅 太极门掌门人 红道子博士 受访纽奥良 参与2023年 世界市长会议 会议所在的饭店 坐在河畔旁边 河畔旁递着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 这是以前贩卖黑奴的 第一个转运站 那边是港口 同时也有铁路 从18世纪开始 世界可怜的人们 从非洲搭船到美国 在纽奥良又被转卖往各地 最终统计 在纽奥良转运被卖的黑奴 约有1万2千人 有男人 女人 也有小孩 看到时 非常心痛 为什么要这样 对待这些无辜的人们 所以更知道 爱与和平的良心文化 对全世界是何等重要 没有人愿意成为 战争底下的受害者 也没有人希望 自己和家人 被以任何形式所迫害 世界和平 世人安康 是所有人 共同的心愿 结束纽奥良的行程后 我又跟随师父前往芝加哥 参与2023年世界宗教议会 在这场议会里 碰到非常多来自世界各地 愿意为世界更好的未来努力的人 去年是世界宗教议会 第一百三十周年 大会主题是 良知的呼唤 捍卫自由和人权 来自世界各地 不同种族 宗教 语言的人们 透过会议 希望为自己的 希望为世人的自由 与人权努力 不同宗教 都能够尊重彼此 和平相处 打造良心 和平永续的未来 而且要一起 共同爱护环境 保护地球 我们这个唯一的家 并且爱惜资源 和地球上的万物森林 参加完后 我很感动 感受到世界上 很多人都在为 世界和平 宗教信仰自由 地球永续发展 等议题 一直非常努力 因为我从小 在太极门长大 有很多像刚才 提到的机会 让我接受到 很多人权教育 所以在我的班上 我也很自然地 融入生活跟教学当中 推动孩子们的 良心教育 品格教育 以及人权教育 那时候我跟孩子们说 比起成绩 更重要的是 良心和品格 要明辨是非 什么事情该 还是不该 要分得非常清楚 如果大家没有良心 乱丢垃圾 会造成环境的脏乱 有人偷牌废水 就会造成环境污染 黑心食品造成人民的 黑心食品造成人们的 健康问题 如果有人发动战争 就会造成成千上万的人们 流离思索 物价可归 很多人甚至因此 失去生命 失去家人 那如果今天是 国家滥用公权力 国家暴力会造成人民 生命跟财产上 很大的危害 像是228事件 白色恐怖时期 就是前居之见 在相关的课堂上 我让孩子们观看 法税实务现况的影片 里面很多睡带户出来说 他们受到国家的迫害 国家的暴力 国家的霸凌 看完后 孩子们问我 老师 那些人房子被查封后 他们要住在哪里呢 那些官员 违法不害人民 怎么没有人可以管他们呢 如果我们自己碰到这些事情 又该怎么办 我跟孩子们说 碰到这些事情 要请律师 去跟国家打官司 孩子们说 老师可是 我也会不会 最在乎 没有钱可以缴电话费呢 当下我很难过 可是孩子们说的话 真的是对极了 接着我跟孩子们 讲到行政法院 我跟孩子们说 很多国家的行政法院 人民的胜数率 是50%以上哦 孩子们的第一个反应是 啊 好低哦 接着说 立委赖事保 咨询官员时说 我们台湾的行政法院 人民胜数率是千分之三 孩子们听到后 都吓傻了 孩子们问 老师 国家为什么不能想办法 把行政法院 人民的胜数率变高 听到孩子们的话 我很难过 因为 这些孩子 是出生在建国百年前后的孩子 是一群正可以享受着 国家建国百年 国家已经民族 法治 人权 跟自由的孩子 而不是到了今天 孩子们还要担心 自己长大 是否变成税灾户 然后国家的行政 法院 人民胜数率如此低 又有谁可以保护他们 谁可以保护人民 有着法税228 之城的太极门1219事件 就是无中生有的案件 是假案整数 是跨世纪的人权迫害 宗教信仰自由迫害案件 从20世纪到现在21世纪 延宕至今已经28年 都还得不到真正的平反 刑案历经10年3个月的 缜密审理 在2007年7月13日 刑事三审 最高法院 判决确定 无罪无欠税 无违反税捐 急征法 在台湾 上至总统 下至领民百姓 这是人人都必须 遵守的结果 这就是真相 太极门从头到尾 无罪无欠税 更何况 案件中 全数被告 均获得国家 冤逾赔偿 这就是国家认证的 冤错假案 国家更该立即平反 而不是继续 而不是继续加重 迫害人民 国家竟然还把 太极门师徒的修行圣地 违法拍卖并没收 这完全把民主法治踩在脚底下 是更加重了国家暴力 国家霸凌 国家侵害人权 国家迫害人民的恶行 美国天婆大学法律系教授 肯尼斯 雅各 布森教授 研究太极门案 多年表示 太极门的苦难 根本就是侵害人权 这个案件 应该要立即结束 让正义得到伸张 让法治 得以走回正轨 在响应联合国 了解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真相权利 和维护受害者 国际尊严日的这天 我们应该共同来帮助 受害者 立即平反他们的冤屈 还给本该属于他们的公道 我们呼吁国家 必须立即平反太极门 一二一九冤错假案 立即归还太极门师徒的 修行圣地 还给太极门师徒 二十八年前 就应得的公道与正义 这才是彰显台湾 真正的民主法治 这才是真正的转型正义 也呼吁全民觉醒 捍卫自己的人权 帮助受害者 早日获得公平正义 最后期盼 人人良心觉醒 和平正义永存世间 谢谢大家 谢谢伊曼 太极门师徒 一方面财产土地被侵占 遭国税局污蔑的真相 没有被还原和公布 但另一方面 他们仍然秉持初衷 师徒自己出钱出力 继续传播世界之爱的行脚 非常令人敬佩 接下来邀请到丽莎老师 从教育职场上的人权案例 来看台湾失衡的税务乱象 有请丽莎 主持人 各位语谈人 及各位来宾 大家好 了解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真相权利 和维护受害者尊严国际日 主要的宗旨在于 教育 推广 保护侵犯人权受害者的权利 并缅怀包括奥斯卡 罗维罗主教在内等 为人权事业 做出巨大奉献的人们 很高兴 也很荣幸 有机会在这里 分享我的一些看法 为人权教育 尽一份绵薄之力 自己本身是教育工作者 我想很多教育工作者跟我一样 非常感慨 在现今的教育现场 已不太出现过往优美的中华传统 尊师重道 现今的教育工作人员 反而比较像是服务业人员 适事以家长学生的需求为要 而非传道授业解惑为重 举例来说 自己曾遇过学生以 嬉笑戏虐的方式 来面对其他的认可 老师 当师长严厉地指证学生 这种没礼貌的态度时 学生认为只要自己道歉过了 师长便应该原谅自己 而学生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并无打从心底觉得自己的态度有错 甚至家长也认为为何老师要跟学生这样一般计较 却完全没有考量到孩子在校怎会出现这样的言行举止 以及为何以这样的心态来对待老师 学生及家长的不自觉 让现在身为教育工作者实在是鼓掌难鸣 以基础教育为例 目前的法规都以正向辅导为主 然对于未成年的学童 若出现各种 以各种 若出现以各种辅导策略 也无法导正其言行举止或偏差的心态时 过往教育者的管教权 却相对的失去其实质的作用 近来教育实务现场中 不乏听闻学生辱骂殴打师长的新闻事件 然而找骗法规 却无法客观 相较之下 教育人员的教育管教权 甚而基本人权 似乎荡然无存 甚而可以说已是严重的失和 当每个人都认为 自己的权利才是唯一时 便极有可能侵害了其他人的权利 后来在教育机关及师长们 与家长的沟通之下 家长也提认到 学生有其基本权利 而身为师长的 虽不是无条件无止境的包容 便是教育 但导正学生确实是师长的职责所在 然而学生也该有学习成长的义务 我的师父 太极门掌门人 洪道子博士提到过 教育的核心价值 在于启发人们 良善本心与自我觉醒 请说个人乃至未来社会的样貌 每个人从出生到中老 最重要的就是良心教育 若人人都能本于良心 尽到自己扮演角色的责任 教师本着良心 教导和学童 引导家长 学生本着良心 尽到专心学习 力求进取 家长本着良心 善尽监护全人的教养责任 若人人都能彼此同理 尊重他人 相信基本人权 就如同大家呼吸的空气一般 重要而且也普遍 并无纷争的问题 然而 一个教中教肖的 古老气功武术修行团体 太极门 每位弟子都是真心诚意进程的入门禁师里 却被冠名为补习班的学匪 而遭侯宽人检察官凭空生出天价 且无中生有的税单 对于税务制度 与纳税全人的关系 同样存在着未尽完善的法规制度 税制法规条文多如牛毛 但对于保护侵害纳税义务人的法条 却似乎寥寥无几 赴税应该基于证据及法理 但从延宕28年的太极门税务假案 就可以清清楚楚的了解到 官员有没有良心很重要 赴税也该有赴税人权 一个古老气功门派 明明是气功武术修行团体 不是补习班 竟可以被检察官联手税务人员造假栽赃 套一句专门办逃漏税大案的 前高雄国税局检任机场 黄坤官先生说的 太极门确确实实是非法课税 查税能凭工想象就课税处罚吗 当时帮忙做伪证的税务员史悦生 于癌末时良心发现 站出来爆料的影片中就指出 侯宽人找他去作诊 只是套圈圈打混做做样子 人之僵屎其言也善 而太极门走遍体制内 所有内内外外的 所有救济管道 即使96年7月13日刑事三审最高法院判决确定 太极门无罪无欠税 税单还是一直纠缠太极门 甚至到最后连修行预定地私有团体资产 都还是被违法拍卖并没收 研究太极门案件多年的美国天普大学法学院教授 肯尼斯就曾说过 对于过往官员的错误 当前的执政者因本于职责与良心 真正平反太极门税务家案 对于错误违法税单 立即更正与道歉 并返还没收的土地 最后我想为世上正在发生战事的国家人民祈祷 也祝导在各国的政治上位者 能心中心存良心 长存善念 以天下苍生的福祉为己愿 祈祷世上战事不在 众生安宁 谢谢大家 谢谢丽莎老师 人民要平安生活 需要有正义力量的保护 但是当公权力变成那个伤害正义的筷子手时 人民觉醒的力量 才能够保护自己 和保护我们的下一代 接下来邀请Winnie老师 分享从太极门奖案 来省示台湾宗教与信仰自由的现况 有请Winnie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Winnie 我的工作是老师 今天很荣幸受邀参加论坛 也很高兴能够透过今天的论坛的主题 来呼吁大家重视人权 人权是人与生俱来的最基本的权利 是全体人类普世的价值 但事实上呢 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垂手可得 像是在之前呢 有一位有一名老师 临维受命的进入课堂帮原本的老师代课 在管理秩序的过程中呢 其中有一位具有特教身份的学生呢 比较难去接受这个老师的指导 然后就有与这位老师呢 发生一个很激烈的肢体冲突 那这个事件再次引发社会对于 教职环境的安全维护跟特教学生的融合教育 如何在这之中取得一个平衡 获得很大的一个关注 那在我所任职的学校中呢 其实也可以看到 情绪行为障碍的学生 是有逐渐增加的一个趋势 几乎每一个班上都会有一到两位的 确认生或是一丝损 需要老师们呢 在教育的现场给予很高的协助 那在学校呢 其实不管是哪一位老师 我们都会很希望 可以让孩子得到一个最佳的自信 或是群性上的一个成长 那如果学生因为外在这个事件 引发情绪管理上面的一个困难 那甚至有比较高长度的一个攻击的行为 学校的同仁 包含说学务处佛导处 特教老师 教务处校长 学校的社工师 心理师 甚至是外部的一个资源 像社会局跟医疗单位 大家都会协同这位老师呢 还有家长给予学生最大的一个支持 让孩子可以在第一时间学习 在老师们的引导下 平缓自己的心情 那事后也会带着学生 去透过历程的一个回顾 了解一个原委 然后思考 然后发展这些因应的方式 儿童跟青少年呢 身心都还正在发展中 因此呢 需要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各个人员的协助 才能够保障各项权益的维护 那此外不仅是恶哨 人权的基本内涵包含生存权 政治权两大项 而生存权涵盖生命权 居住 迁徙 工作 言论 宗教等各项免于恐惧 免于匮乏自由的权利 我是太极门弟子 同时也是受到国家公权力侵害的受害者 所以我对生存权特别有感 因为太极门遭受税务迫害至今 已迈入第28年了 也受到国际人权专家学者的关注 却还是迟迟等不到政府出面协助 撤销违法的税单 甚至到最后 我们的修行预定地在2020年 被国税局联手行政执行署 违法拍卖并没收 我们的师母 省间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 咨询委员会主席 世界公民总会 台湾总会副主席 世界之爱和平总会副会长 优美容女士 已逝世三周年 在奉享怀与点亮和平之光 感恩祈福纪念音乐会中 由弟子代表 讲锐琴师姐 现场攻读师母给弟子们的一封信 人提到1996年 太极门遭受了莫大的浩劫 太极门师徒所遭受到的一切 犹如铸剑般 水里来火里去 祈许弟子们以 切身之痛同理 苍生之苦 继续为世界公民的人权 与社会公益努力不懈 这是师母的行愿 也是太极门弟子们努力的方向 太极门明明是古老的 气功武术修行门派 我的师父当代掌门人洪道子博士 有鉴于现代人身心失衡 因应时局需要 才于1966年成立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 而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属于中华武术总会 及中华气功协会的团体会员之一 在台湾没有一个武术或气功的团体需要缴税 却唯独对太极门有此一步伐之举 实属不公 而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 从民国55年成立至今 没有一年需要缴税 却唯独将81年度的弟子 进城给师父的进师礼 当成补习班学费持续的强征课税 甚至移送强制执行 民国96年7月13日 刑事法院三审判决 太极门无罪无税 无违反税征基徵法 被违反积押的太极门师徒 也全数获得国家的冤誉赔偿 但国税局却持续违法的法单 移送行政执行署 违法查封 违法强行拍卖 国税局强征及触犯刑法第129条 违法征收罪 国税局应该依法 主动撤回81年度强制执行 撤销违法课税处分 还给太极门公道 此一案件堪称法税228的太极门嫁案 甚至受过国际人权组织的关注 寒冬杂志主编继意大利社会学家 Massimo Introfin指出 台湾在1987年解研后 虽然看似有宗教与信仰的自由 但在后威权时期 一些被怀疑不支持执政党的团体 仍被破坏和歧视 1996年台湾首次总统执选后 太极门因此受到词语之扬 欧洲信仰自由联盟代表 Rosita指出 无论在极权或是民族国家 其实都存有歧视少数宗教 和心灵团体的问题 他们往往都有类似的动机 比用相同的模式和说辞来进行 华盛顿州贝林汉市 西华盛顿大学的宗教研究教授 Holy Folk探讨1996年太极门案过程 他观察到其中有许多 严重侵害宗教与信仰自由人权的标准行径 与世界其他地方用来 对付少数宗教的方法相似 因此太极门甲案不仅只是税务的冤案 更是彰显着在台湾 人民其实没有绝对的人权和宗教上的自由 身为台湾的一份子 我们都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心力 通过共同的关注跟支持 一起来督促现在的政府 不分年度 面对承受威权迫害的事件 实行转型正义 让台湾可以成为真正民主的国家 让人民能够在没有悲伤 没有恐惧的心境下 选择自己信任的团体 安顿与修养自己的身心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Winnie老师 触犯国家刑法法条的检察官和国税局人员等 没有被究责 还升官发财 这些案例层出不穷 如果没有予以制止 下一个受害者又会是谁呢 接下来邀请到在美商科技厂退休的 廖金林小姐分享一起来坚守真相 捍卫及维护受害者尊严及权利 欢迎金林 国税局更在108年将8082到85年度与禁施礼相关的课税处分 全部更正为零 却独留与80及82到85年度同性指同一事实的81年度假税单 让太极门陷入不法税单在行政法院中万年轮回的梦魇中 而且后来竟在109年8月21日 行政执行署还可恶的把太极门修行道场预定地二拍流标后 让国税局直接收归国有 台湾财经刑法研究学会理事长 即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陈志龙教授指出 这是一个共犯结构 是一个政府的犯罪组织 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 侯宽人只是其中一个工具 还有其他的工具人 如警察媒体调查局等配合他 让他制造假证据 抹黑太极门 这是政治整数 目的是要整数异己 灭绝太极门 在这个个案中 师父师母及许多师兄姐 受到虐待和剥夺基本人权 他们的尊严受到了严重侵犯 整个过程不仅曝露了官僚 体制违法滥权 及国家体制对人权保护的漏洞及不足 更是凸显了人民对于真相和正义的追求 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许多受害者面临着难以言语形容的痛苦和恐惧 他们的声音被压制 他们的权力被剥夺 但是正是这些受害者可贵的勇气和对正义公理的坚持 让我们看到了不良税法制度改变的希望 也彰显了坚持揭露冤错假案真相和尊重人性尊严的重要性 在面对这些挑战时 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我们应该团结起来 共同行动 作为世界公民的一员 我们有责任站出来 为受害者 为自己 共同的未来发生 以捍卫真相和正义 我们急需通过加强法律保护和制度建设 确保每个人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 我们也应该通过教育和宣传 提高人民对于人权和尊重的意识 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在纪念了解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真相权利 和维护受害者尊严国际日的这一天 我呼吁全民站出来 民主法治的国家不能放任少数贪腐官员 霸凌七五百姓 而是我们要共同勇敢的出来发声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如果我们要让这个国家强 长治久安 和平安乐 就需要大家一起来坚守真相 捍卫尊严 让我们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公正 平等和人道的世界 让每个人都能享有公理 正义和人性尊严 谢谢大家 谢谢金灵 如金灵所说的 遵守公理正义和尊重人性尊严 是一个国家民主与强盛的重要关键 而根据台湾省政府教育厅 86年韩式 86教五字第69135号 以民事气功之传授系数民间技艺 已规定不准设立补习班 所以依照法令 太极门不可能是补习班 加上法院已经查明清楚 太极门禁师里的本职 就是属于赠誉 那么太极门的本职 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怎么会有其中一年 突然变成补习班呢 国税局竟以补习班名义 在这一年度对太极门 违法强征克水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 资深工程师洪瑞正先生 分享保障人的基本权利 不受非法侵害 使人人生而平等 有请瑞正 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了解严重 侵犯人权行为真相权利 和维护受害者尊严国际日 这是为了纪念 萨尔瓦多罗维罗总主教 在国家内战期间 站在贫困民众的一方 代表萨尔瓦多内战牺牲者 并为侵犯人权而发生 1980年3月24日 罗梅罗总主教于一次弥撒中 被强击身亡 他的死导致了国际舆论 对萨尔瓦多政府 侵害人权的抗议 然而神在21世纪的今天 宗教及信仰自由 仍然没有完全在民主的潮流思想下 受到应有的尊重与保护 世界各地仍然出现滥用公权力 迫害宗教信仰自由的案例 司法和赋税是国家的治理工具 赋税更是国家建设发展的基石 赋税的征收 直接影响人民的财产权 生存权等基本人权 发生在民国85年 政府宗教扫黑 蓄意制造太极门的原寿假案 侯宽人检察官 以刑法、税法当作迫害工具 起诉书将同一笔金额 一方面认定是诈欺所得 一方面又认定是补习班学费收入 国税局没有调查 也没有等候刑事判决确定所得性质 仅仅凭着带证的起诉书 就以补习班名义 罚单课税并且重罚 对太极门发出六个年度 八十年到八十五年度 总共六个年度的假税单 太极门案以刑事法院三审判决 确定无罪 无欠税 并且认定弟子赠予掌门人的禁施礼 是属于赠予所性质 以所得税法第四条第十七款 是属于免税所得 弟子间需要统一购买练功服等代办品 由师兄姐代办 并非盈利贩售 国税局 已将八十八十二到八十五年度 与禁施礼相关的课税处分全部更正为零 却独留了八十一年度的假税单 一百零七年 最高行政法院判决认定 太极门是弃功武术修行门派 即八十一年度中所税确定判决 未及审酌刑事判决及公告调查之正与事实 国税局 他也承认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证实八十一年度 迪迪确确是一个枉法裁判 一百零九年五月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也发含了中区国税局 认定八十一年度课税处分 应与其他年度为一致性处理 并依税捐基金法第四十条册回执行 但是就在一百零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太极门的修行道场预定地 还是召行政执行署和国税局联手违法拍卖 并且直接收归国有 这让我想到人权斗士南非总统曼德拉 他一生致力于废除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 追求平等机会 并打造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他曾说 剥夺人民的人权就是挑战他们的人心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 继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马丁路德金恩 也曾说过 任何一个地方的非正义 即是每一处正义的威胁 我从小就在太极门 练功修炼身体 我的师父教导我 明辨是非 对错 做人处事 要本于良心 面对不公不义的事情 要坚持正确的方向 用爱唤醒对方的良知 圣雄甘地也曾说 站在人类处理事情的角度 非暴力是最大的力量 它比人类 以其聪明才智 创造出来最大的毁灭性武器 还更有力量 人性的尊严 的尊重 是为了保障人权最基本的要求 宪法与法律制定 及国际人权公约 等等的原则与精神 主要是在保障 人的基本权力 不受非法侵害 进而使人人生而平等 并彰显人性应有的尊严 赋税与尊重人权的关联性 必须被重视 在此呼吁政府 应尽数归还太极门土地 平反太极门假案 恢复太极门师徒名誉 并积极推动赋税公平 与合理性之建制 以人民的权益为依规 让人民免于生活于恐惧之中 实践真正的人权正义 谢谢大家 谢谢瑞正的分享 检察官的起诉书 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必须要经过法院查明证据事实后 才能够判断案件的真相 但是侯宽人检察官 却直接于起诉书中 引用史月生不识证词 作为违反税捐基真法 及逃漏税的唯一证据 提起公诉 并罗知诈欺 及逃漏税捐的罪名 一面污指是诈欺所得 请求法院依法没收 一面用污指为补习班学费 及营业收入 移送国税局 违法课税及重罚 接下来这段影片 就是当初配合侯检察官 做卫证的税务员 临终前说出了这一段事实 作词 队众带上 还是什么 你怎么贪嗦 不错 嗯 对不对 对 好 但是,當時的問題,現在還... 就說當時怎麼會,教練你當時來講,當時就不應該了,當時怎麼敢,你懂不懂? 沒有學的,沒有學的,敢不敢,他當時聽說,說斷了,你懂什麼? 我去看,我說,你不這樣就不好吧? 你又跟他一起講,你怎麼這麼敢? 他說,就這樣辦? 就這樣辦? 所以說,那時候人家找我的時候,人家講,這還是有問題 對 沒有人要聽 沒有人要聽 所以那時候,您說,就這樣辦,是施教處的人跟你講的問題 然後你那施教處說,有問題 結果他就... 我沒有人要聽你啊 後來有人找我,我應該講 去吃 有問題 我們是辦事的 你來,我們怎麼樣看吧 看市民那裡,我應該講 我說,咦 你怎麼算的? 他就拿了個餓 看 你從哪裡來的? 你是不是不信? 我說,這樣不就算吧 然後他就說 他說,啊 這樣不慘 不慘 然後你要怎麼樣? 他說,我們是這樣的 人家 人家想的 這就是 要算嗎? 人家想的 去辦嘛 去什麼 去辦啊 去辦啊 你這意思就是 反正就是這樣辦啊 我們 人家 因為我壓力 我沒辦法,我就這樣辦 然後你來找人要 沒問題 其實 媽說,誒 認不成 怪我 人家 人家找個 是 他成全之 打位 打位 你是說 他找你去 只是做做樣子而已 就是 你不管做什麼 反正他寫他了 他嚇死了 他嚇死了 他 一直把面來 我講 借人了 說 他這樣是嚇死的 這樣就很好 他 他感覺我還問你 問你說 我當時跟你講什麼 他自己講話 他不記得嗎 你看 是 嚇死 佩克你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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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村的男孩 事件 下個半島 哦 影片中 稅務員司月笙強調 辦理稅軍 要扣人民的稅 必須先查證據 不必要先查證據 我們從来沒有到過太極門 而侯检察官却予以施压 执意要他就这样办 并且直接把史岳生的名字写进起诉书 当作太极门逃漏税的证人 由以上史岳生的这一段证词 就足以帮侯宽人检察官的严重违法滥权定下重罪 接下来邀请到欧商医疗器材公司的经理Jenny 分享从民间企业保障多元文化工作环境中的人权和尊严的做法 来反思我们政府的做法又是如何呢 有请Jenny 尊敬的主持人各位语谈人以及线上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欧商医疗器材公司的经理 今天很荣幸参与这次的线上论坛 与大家一起响应 2020年联合国了解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真相权利 和维护受害者尊严国际日 呼应罗梅罗总主教的精神 共同为维护人权与还原真相而努力 就像我们公司的员工是来自世界各地 有超过60国不同国际的员工一同工作 要如何确保公平没有歧视的工作环境 一直是我们公司努力的目标 我们的客户是来自全球各大药厂 药厂和供应商之间也成立了PSCI联盟 PSCI联盟是制药业供应链倡议 Pharmaceutical Supply Chain Initiative的简称 这是一个由全球药厂和供应商组成的倡议性组织 旨在推动制药业的供应链 遵守人权、劳工权利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原则 和最佳实践 PSCI联盟的成员致力于确保供应链的负责任行为 包括以促进全球制药业的可持续发展 禁止与违反人权和劳工权利的供应商合作 并肩跨国企业遵守此约定 除了善尽社会责任、促进世人健康之外 更是维护人权最基本的态度 反观号称自由、民主的台湾 蔡英文总统将转型正义纳入政府施政目标 期待可以成为一个实质的法治人权国家 许多专家学者都感慨 蔡英文总统将转型正义纳入政府施政目标 都关注的太极门家案 不但没有转型正义 国家施法还在继续犯罪 早在2007年7月13日 新市三省最高法院已经判决确定 太极门无罪、无欠税 但加害者至今没有被究责 甚至还升官夹决 我想说的是民间企业遵守 PESCI联盟的约定就是为了杜绝供应商有任何侵害劳工权利的机会 那请问蔡总统 政府不是更应该救责加害者才可能杜绝违法 怎么反而帮加害者身官夹决 这不就等于在鼓励更多违法吗 我是太极门弟子 我们全家三代都在太极门修心练器 我的师母太极门长门人夫人 刘美荣女士 协助师父推动良心 爱与和平 足迹遍及全球五大洲 她的爱、温暖与勇气 影响并改变了上万个家庭 今年3月3日 我们也举办奉祥环宇 点亮和平之光 感恩祈福纪念音乐会 会中发起点亮和平之光行动 鼓励更多人参与 希望将师母这份大爱 扩散到五大洲 并为世界汇聚更多正向能量 历年来各界总统也夸赞我们 为台湾做最好的外交等等 但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政府没有勇气面对错误 真正解决问题呢 意大利宗教学者 Maximo Intervenient教授 和联合国特使Hugh Steno 都强调太极门案 不仅是虚无争议 更是宗教与信仰自由的案件 他们指出台湾政府 在过去28年来的行为 侵犯了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 这是不公平的 社会应该要还原这个真相 Maximo教授还多次呼吁 政府解决太极门假案 他曾表示 解决这起旧案件 对于台湾形象是非常有利的 如果太极门赢了 不仅是为自己赢得案子的胜利 也为全世界的宗教自由 独立自主 正义与良心赢得胜利 因此这是解决国际问题的 完美历史时刻 在纪念日这一天 是给我们反思过去 展望未来的时刻 我们不能忽视官员们 制造太极门假案的事实 这些官员至今仍在体制内 并未依法受到撑除 而28年了 我的师母和很多师兄姐 都等不到公平正义 已经带着深深的遗憾 离开了人世 这次论坛是我们表达 正义之声的良机 我们并听到各方提供 宝贵的见解与建言 我们期待政府展现魄力 勇敢面对错误 平凡假案 还给人民应有的尊严与人权 期待与各位齐心参与 共同努力 为世界的人权和正义而奋斗 在此诚挚地表达我的论述 谢谢 谢谢珍宁 其实太极门假案 不但国内的法律 税务 宗教 医疗各界 都挺身为太极门争取正义 连国际各方也都站出来发正义之言 因为太极门假案不是一个个案 这样一个被公权力违法迫害上万人生命权和财产权的案件 不只是影响到他们个人 更深切影响到台湾所有人民和世界的共同公益 接下来邀请资深的主任工程师 童立宏先生 从在科技业的经历与故事 来看保障人权的重要 有请童先生 大家好 我是Leo 是一名园区的资深主任工程师 同时呢 也是一名太极门弟子 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职场人权经历 人权保障在职场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尤其对科技人而言更是如此 作为一位在新竹园区外商工作近18年的科技人 我的职场经历见证了许多的挑战与转变 其中心态的改变是我取得成功的关键 我想分享的故事不仅是我个人的成长 更是对职场人权保障的思考和实践 我记得刚加入这个部门的时候 公司的团队只有五个人 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 刚刚毕业没多久 其他的团队成员都是资深的前辈 我记得每当向他们请教问题的时候 他们似乎都不太愿意回应 除非是主管指派他们来帮忙 我感受到自己只能参与那些对自己不感兴趣 且前景不明朗的项目 这让我感到被忽视和不公平的对待 虽然没有很直接的言语暴力 但很明显地感受到不友善的态度 这使我倍感压抑 我相信许多新人都有类似的经历 然而幸运的是 我在太极门修行中培养出 凡事都是最好的安排 与坏事不坏的正面思考角度 因此烦恼在我心中不会逗留太久 睡个觉起来就好了 这使我成功地度过了难关 并赢得了资深同事的认可 随着时间的推移 部门经历了多次的裁员潮 资深同事们陆续离开了公司 而我成为部门中最资深的员工 两年前 两位新同事加入了我们的团队 我负责带领他们接手新的工作 我秉持着良善与良心来建立部门文化 希望创造一个友善和谐的工作氛围 尽管工作压力依然存在 但同事间的互动友好 工作氛围和谐 我不愿意看到以前我所经历的 不友善的工作环境 再次出现在新同事身上 因此我主动地提供经验分享 与技术上的协助 并告知他们如果有问题 可以直接来找我讨论 这样加速他们融入新的团队 开启了一个良善的循环 这对部门的稳定和公司的发展 都是双赢的局面 实际上我相信职场人权的保障 是衡量一家公司追求卓越的重要指标 科技行业的工作环境 常常涉及到高压高强度的工作任务 员工的身心健康面临着较大的挑战 作为一位长期在科技行业打拼的从业者 特别在太极门掌门人 洪道指博士的教导下 我深知良好的职场环境 对个人成长与公司的发展的双重意义 人权保障不仅只是一项法律规定 更是对人的尊严跟价值的充分尊重 在一个尊重人权平等对待的工作环境中 员工会更加积极 创新力会更强 公司的发展也会更持续 因此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相信未来的职场将会更加美好 我期待更多人为维护职场人权而努力 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公正的职场环境 以上是我个人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力宏 相信大家都能了解职场人权的重要 力宏在工作中实践对同事的尊重和帮助 同时创造和提升了个人同事和公司的价值 那反思政府的作为影响到的是全国的人民 更要秉持良心为人民营造和谐公正的生存环境 您说是不是 接下来我们邀请工程师Nick 从职场经验看见政府侵犯人权的现象 有请Nick 主持人及先生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主题是想应联合国了解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真相权利和维护受害者尊严国际日 我的职务是一位工程师 工程师的特质使得我能够体会到人权维护 还原真相的重要性 我在职场从事工程师这么多年 不管是新鲜人还是新手 他们踏入这个领域 一开始他们都没有什么经验 他们需要不断的接收新的观点 新的想法 新的思维 有时候他们的工作卡关的时候 他们自己要短得去发现问题 过程之中难免会有许多错误的环节 所以我也经常告诉新人不要害怕错误 因为错误会提醒自己更加的注意细节 不需要重蹈覆册换同样的错误 最终呢 我们工程师就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所以工程师的特质就是从不断发现问题 错误中学习和修正 进而解决问题 这和我们人权维护 发源真相也是同样的道理 谈到人权 很多人感觉好像很抽象 其实人权就像空气一样 看不见摸不到 平时呢 并不会去注意它的存在 一旦自己的人权被破坏的时候 才会惊觉到 随时都有可能会失去生命跟财产 记得有一年 我去参观绿岛的白色恐怖纪念园区 园区里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做绿洲山庄 绿洲山庄有很高的围墙 跟恐怖的监狱 当时关押台湾白色恐怖时期 许多政治犯 思想犯 也是台湾过去严重侵犯人群 最恐怖的地方 同时我也看到许多的文字记录 当时受难者的史料 与一些口述的影片 让人觉得难以理解 难以置信 这些事情在台湾脆脆死死的发生过 我完全无法想象 这些人当时受到多么恐怖 多么可怕的对待 同时呢 我也看到作家柏阳 所提的一个碑文 他是这么写的 在那个时代有多少母亲 为他们被囚禁在这个岛上的孩子 长夜哭泣 虽然只有短短的28个字 却倒进那个时代的苦难 不知当时有多少人遭受暗黑的迫害 与不平等的对待 台湾虽然已经解言了 绿岛恐怖人权的迫害 虽然已经成为台湾的历史 但是现在还是有许多违法滥权的官员 复制当时绿岛恐怖人权迫害的方式 他们利用公权力 侵犯人权的事情 还隐藏在我们的周遭 侵害人权十之八九都是政府 我们回顾历史 台湾有许多人权的迫害的悲剧 尤其在白色恐怖时期的公权力 长期遭到国家不法官员滥用 全台各地 许多人遭到政府无理由的没收财产 无理由的被逮捕 甚至造成许多的民众 他们的生命及心灵受到严重的破坏 这个伤口现在仍存于台湾社会当中 因此在2009年 政府签署两个国际人权公约 彰显政府彻底反省 并检讨台湾人权的状况 你应是值得加许 但是许多冤案的事件 现在仍然没有被平反 检言这么多年来 看似民主的台湾 从威权改革到民主化 已经快要40年了 但是只有司法改革和税法改革 喊了这么多年 到今天仍然停滞不前 这也就是民运的最大之手 现在我跟大家呼吁 大家一定要多多去看 多多去了解 有税法228事件支撑的太极门税务院案 这个案件有司法和税法 迫害人权的违法滥权手段 全部都呈现在里面 现在我就简单的叙述一下 安时侯宽人检察官 以宗教扫黑的名义 制造假案 更以假证据 假证人 物质入罪 冻结资产 违法羁押 胁迫 恐吓 押人取贡 监察院 也主动的调查 认定活宽人 侦办太极门 刑事假案 有八大的违法 要求法务部门 究责益处 但在官官相互 极威权的作用下 这些违法官员 不但没有受到任何的惩处 更是一路升官发财 这个就是 严重的人群迫害 那我们来看 财政部违法官员 还没有等到 刑案判决确定所得性质 也没有依职权的查证 就污指太极门是补习班 以栽赃 错误的认定 无中生有 就开立假税单来课税 就在2007年7月13日 司法三审判决 确定太极门无罪 无税 无违反税捐基增法 国税局也终于承认 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监察员调查也认定 税捐居官 办理太极门税务冤案 有七大的违法 但是 国税局不以此结果 撤销税单 到今天 这张假税单仍然存在 这个就是 严重的人权迫害 还有 行政执行署 明知太极门是个冤案 违法官员 还为公告拍卖的时候 就已经编列奖金 秘密瓜分绩效 为了奖金 在2020年8月21日 以无中生有的税当 强行拍卖土地 收归国有 这些为法官员用公权力 联手抢抢人民的财产 这就是严重的人权迫害 所以 由太极门税务院冤案 我们会看到 国家滥用司法与税法 伤害人民与社会 更伤害人权 迫害的手段 全部都在里面 今天 我们仍然会看到 这些违法的官员 在办案的过程之中 不断地说谎 不断欺骗社会大众 这些违法的行政法官 违法的财税官员 至今仍然坐在 国家重要的位置 他们破坏国家法制 让国家体制 不断向下承认 这就是为什么台湾的司法 台湾的税法 让人民长期不信任 高达80%以上 今天主题是 维护人权还原真相 也就是受害者的平反 才是我们今天论坛 最重要 以及必须解决的人权问题 我真的很希望 在关键的时刻 政府能够做出一些 关键的决定 司法和税法的改革决心 方向一定要明确 国家掌权官员 更应该要有余负责 政府面对关键问题的时候 不能无感与冷漠 更不能采取闪躲的方式 国家犯错没有关系 俗话说 支持尽忽勇 政府应该告诉大家 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面对去改革 国家不能让人民失望 应该要让受害者的人权被平反 让受害者的人权能够被重视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感谢大家 谢谢尼克 诚如尼克所说 不重道覆辙 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太极门奖案里面 我们看见国税局权力无限大 逾越了行政法院 逾越了国家最高的司法 触犯很多的法条 违法行为证据确凿啊 但是竟然没有人理会 任由他们用同样的手法 违法侵占人民的生命财产 我们不能够再继续姑息 这些伤害人民 伤害国家的公权力犯罪者 接下来邀请 智商台湾普林斯通 营业部的经理 林彰庆先生分享 尊敬的各位贵宾 与会者大家好 很荣幸能够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与大家共同参与这场重要的线上论坛 聚焦于维护人权 还原真相的主题 这是一个向世界传递正义生意的时刻 首先我想感谢主办单位 以及所有参与者 包括联合国NGO世界公民总会 平反1219行动联盟 太极门气功养生学会等等 你们的努力让我们有了这个平台 可以共同探讨如何维护人权 还原真相 今天我想分享的故事 并非遥远的历史 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案例 这是一个关于我师父 太极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 以及我的师母 有美容女士的故事 他们以行动致力于世界之爱与和平 带领弟子们走访103个国家 传递良心文化 希望透过良心的力量 促进世界和平 然而这样的良善之人 在台湾却被滥权的检察官 和违法官员迫害28年 虽然刑事法院三审判决无罪 无欠税 无违反税捐基增法 还给师父师母清白 但错误的税单却迟迟不肯撤销 持续非法克税 还强行拍卖人民的土地财产 这样的情况让我们深深反思 即使是追求和平 传递良心的人 也可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这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情 这样的故事也是对联合国了解 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真相权利 和维护受害者尊严国际日的最好教案 这一天的意义不仅仅在于 纪念过去的牺牲者 更在于提醒我们 当今仍有许多人正在经历 类似的苦难 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我们需要行动起来维护人权 还原真相 其实民间企业也以认知 企业如果要永续发展 人权也是核心指标 我服务的公司是全球化的轮胎公司 秉承创办人石桥正二郎 以最高品质贡献社会的使命 在不断扩大发展业务的同时 努力提供永续解决方案 近年提出的一霸理念 就是对未来愿景所提出的承诺 致力于社会合作伙伴和客户 共同实现永续发展的目标 这包括对能源 Energy 生态 Ecology 效率 Efficiency 扩展 Extension 经济 Economy 情感 Emotion 舒适 Ease 和父权 Empowerment 的承诺 当中情感的部分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的尊重 人权 便是其中非常根本的元素 一个组织乃至于社会 如果彼此懂得尊重 进而延伸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爱 那么强健 永续 以人为本的组织或社会 便是可以期待的 在这样的精神底下 企业所产出的商品 也必然符合人们的需求 并不但成长茁壮 我们坚持以公平 公正的原则经营 并尊重每位员工的尊严和权利 相信 只有在一个人权 得到保障的环境中 企业才可以健康发展 社会才能实现长期稳定 我们一家从6岁到74岁 共13人在太极门练器修心 大家的健康都得到很好的防护 最重要的是 因为师父师母的身教 言教及不言之教 让我们懂得改脾气 在修炼身心灵健康的道路上 不断改变成为更好的自己 一家人的生活也因此越来越幸福 真的很感恩师父师母的引导 让我们全家都懂得做好事 跟福田 让自己的命运越来越平顺 人生越来越圆满 在太极门 像我们这样的家庭非常多 对社会有很大的安定力量 政府应该多多保护和鼓励这样的团体 而不是加以迫害摧残 希望政府单位可以力往狂澜 亡羊补牢 还我的师父师母 及我们太极门一个公道 让正义可以真正在台湾社会伸张 如此国家的发展才得以真正永续 最后我想再次感谢主办单位 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平台上分享我们的经验和见解 我们相信只有透过共同努力 才能够实现维护人权 还原真相的目标 以上简短分享 谢谢大家 再会 谢谢张庆 一家企业就像一个小型国家的缩影 要重视和实践每一个人的权益 企业才能够永续经营 而太极门掌门人多年来带领弟子们 邀请各界领导人 冥想太极门世界之爱和平中 许下和实践智力和平的行动 推广目前最需要的良心文化 至今走访103个国家 没有任何的外交补助 民间公益团体 用自己的金钱和力量 为国家做最好的外交 但公权力却继续予以违法迫害 完全不顾人民的权益 这样国家要怎么样永续经营呢 最后我们邀请到吴灵汉先生 他从小在太极门成长 经历过太极门讲案的过程 有请林汉来分享他这段经历 大家好 我是吴灵汉 很荣幸能在今天这个神圣又特殊的日子 跟各位分享 我自己在人权的一些观察与思辨 今天呢 是了解严重侵害人权真相 和受害者人权国际日 这个节日呢 是为了纪念奥斯卡罗美罗主教 圣罗美罗生于南美洲萨尔瓦多 当地多年受到独裁军政府的管制 由于罗美罗总主教呢 不断地谴责当权者的暴行 和社会上的不公义 甚至呢 在每个礼拜天的尼萨讲到的时候 会列出这个星期失踪被虐待 甚至被谋杀的案件 他在内战当中不为权势压迫 甚至遭到生命威胁 他都还坚持替弱势发生 他曾说过 一边是权贵 一边是贫穷弱势民众 神父应该站在谁的身边 我心中没有一丝疑问 神父必须和人民站在一起 这样的话语也足以显示出 罗美罗主教捍卫信仰价值的决心 最终他在一场尼萨中 遭到暗杀身亡 他也用生命圆满了 他对公义的信念与追求 责任日以远 典范再塑形 回望罗美罗主教的建议 当手无寸铁的小老百姓 遇到权势压迫的时候 又该如何以对呢 这让我回想起 我经历的太子门1219事件 当年我才小学4年级 其实整个记忆非常模糊 我只记得放学 然后提着书包回家 回到我们家大门口 看到有好多警察 然后拍打着玻璃 然后喊着说 如果你不开门 我就把你玻璃给敲破 然后还有很多西装笔挺的陌生人 闯进我家 也是环北道馆 然后呢 踩着高高的靴子 然后在我们很喜欢光脚跑来跑去的榻榻米上 他们的口气非常的凶狠 然后动作非常粗暴 对待着我们的师兄师姐 大家都被吓坏了 我只记得当时被师兄师姐 用身体保护在后面 当时的我 其实非常的懵懂无知 我连有没有哭 然后到底当时的感觉 到底是害怕 焦虑恐怖 其实我都没有什么印象的 那也或许是因为我童年经历过这样的事件 也让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格外的去容易关注关于弱势的权益 那也循着这样子的脉络呢 那我在长大的过程中去了解的像228事件 白色恐怖 军冤 土地正义等等的议题 那也借此呢 认识了许多在运动上面的伙伴与前辈 那我看到许多令我印象深刻的 其中例如说像陈青生前辈 他经历过228的关押以及酷刑 那现在呢 他的生活重心竟然选择在 精美人权园区 在他过去遭到关押的其中一个地点 成为导览解说员 不断的像年轻世代诉说 他们过去用血泪换来的故事 那海军呢 有个叫黄国章案 其中的黄妈妈在国章亡死之后 她挺身而出替自己的孩子发生 而后开始替别人的孩子发生 后来呢 也成为国家公认的军中人权守护者 卢正案 在卢正冤死后 两位姐姐化悲愤为力量 在这样的力量推动下 落实了刑事诉讼法有个规定 要全程录音 这样子的推动 完善的这样的录音 也保障了 征讯阶段的人权保障 近期在社会中 有大量讨论的儿童虐待事件 多年前有一个叫王浩案 王浩的阿姨王威军 他在王浩受害死亡后 积极的参与儿童权益运动 第一线的去帮助受害者的家庭 后来也加入了七六行者 七六行者负责替意外的泥烂者修复遗体 抚慰生者与死者 这几位前辈们都选择战胜痛苦 画小爱为大爱 是令人敢配跟值得学习的对象 在看完许多事件以后 也让我回头想想 那我过去经历的太极门案件 是个什么样的事件呢 太极门案件是一场迫害整肃事件 在侯宽人检察官的强势领导 还有他的权力极度扩张下 对一个武术修行门派的灭绝行动 在还没有修法之前 检察官的权力是可以自己开搜索票 赋予自己去搜索的 这会产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检察官可能没有证据 但他心证上认为 这个方面是有罪的 他就会超加灭族式的去 找出他想要的证据 在这样子的手段 再加上媒体的渲染下 即便是有冤屈的 都难以洗清 所以像这样的形态 这样子排山倒海的灾难 就击打在当年的太极门上 回顾当年 我们的师母在看守所被拘留 达155天 在征讯的过程当中 检察官忍潮乐缝 威胁恐吓 在精神上是如此 而且我们在师母 刚好动完手术 伤口还没有愈合 在身体上的负担 再加上精神上的压力 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那在交保时 师母看到大家 还是一脸温暖的笑容 后面的十年 非常漫长的司法审理 不管多么艰难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师母 说过一句丧气话 永远在鼓励着我们 努力要加油 太奇门的案件 受难者 人数非常的多 每一个家庭被影响的 程度也非常的广 尤其是我的师父 师母 他们遭到侯宽人 积压禁见以后 全数冻结了财产 当时呢 师父师母 在海外读书的孩子们 原本呢 是由我们的师母 长人夫人 每个月寄送生活费 却因为这样的变故以后 生活费的寄送中断 而且因为被羁压 无法联系上 只能跟同学或朋友 借钱过日子 非常的辛苦 检察官滥权起诉 和国税局的违法课税 也产生我们的师父师母 长门人夫妇 交保后 还被限制出境 无法出国 看看自己的孩子 总共限制出境的时间 我们的师父 长门人 2233天 我们的师母 长门人夫人 782天 父母亲 无法看自己的孩子 这是多么 不人道的折磨 我的师父师母 是整个太极门案件中 受害最深最重的人 然而在这案件 经历的28年中 我们的师父师母 依然展现着 修行人的风骨 以及宽容 勇敢的挺身 站在所有的弟子们身前 用爱鼓励我们 鼓励我们成长 也造就了 我选择化悲愤为力量 将自身所经历的灾难 转化为对社会的关怀 也让我开始想 像当年保护着 保护着我的前辈们一样 我是不是能去保护 更关注更多的受难者们 所以在这个了解 严重侵犯人权真相 和受害者国际人权日 这个特别日子里面 我们更应该静下心来 好好了解 各种遭到迫害的案件 去看看这些案件中 遭到迫害的人们 是怎么样遭到迫害的 他们又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们能协助 怎么样去替他发生 怎么样能平反这些事件 就如同转型正义中的 三大重点 第一 受害者补偿 赔偿 名誉回复 第二 加害者追究 第三 完整呈现历史样态 我在此以受害者的身份 呼吁政府以及各界 迟来的正义 已经不是正义 228许多老前辈 已经凋零 经历白色恐怖的前辈们 也逐渐老去 我从小学四年级 等到现在 我已经三十几 三十好多岁了 我敬爱的师母 也在近年已经先世 我的师父年过八十 年岁已长 我们恳请政府 正式太极门案件 延伸出来的 不公不义 税法事件 落实重视 受害者的人权与平凡 务实 并且重新检视 转型正义的追溯期限 我们提到罗美罗主教 他在1980年的尼撒 牺牲 足足等过38年 在2018年才遭到丰盛平反 适者一矣 独留给后人不声唏嘘 我们希望 政府转型正义要及时 转型正义要落实 更祈愿这个世界 未来不再有受害者 谢谢大家 谢谢林瀚 也很感谢今天的 所有语谈者 这么勇敢地说出 自己的故事 和贡献宝贵的经验 也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关注 留言和转发我们的影片 您的正义行动 是保护每一个人的 重要力量 期望每一位世界公民 都能够享有 上天赋予我们的人权 最后 一起来聆听 太极门掌门人 洪盗子博士 所作词作曲的 世界公民享人权 感谢您的收看 杨支持明镜与野党 全是 美麗星球 祝了世界有益 日月星辰有归日 转世前后有晨去 天生万物有旋律 只有平等与人权 存在何方何苦涩 人人有权的尊重 舍平可归 只有高 平等法治众人权 尊敬得良心 几分希望 人人有良心 天下皆开平 人人有快乐 家家皆幸福 守护良心 爱地球 守护人权为何平 天地有爱 于何平 世界共鸣相人权 守护良心 爱地球 守护人权为何平 尊敬得良心 几分希望 人人有良心 天下皆开平 人人有快乐 家家皆幸福 守护良心 爱地球 守护人权为何平 守护良心 爱地球 守护人权为何平 守护人权为何平 天地有爱 于何平 世界共鳴 祥人泉 人泉之上 放生平等 天地人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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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人分泌